连续四年蝉联世界首帅还荣获全球最帅面孔 亚太地区最帅面孔 亚洲最性感男星等称号 不敢想象肖战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 怪不得很多人的最大梦想 就是能体验一下肖战的人生 连明星都羡慕肖战的神眼 不敢想象现实中的他颜值到底有多高 就连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央视主持人撒贝宁都称赞肖战的颜 肖战再次登上央视舞台 撒贝宁还忍不住夸奖肖战身上有一种武侠风 就连文学家康正老师都为他的颜值经验一句 茂林修竹将肖战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形容肖战就像特别斯文修长的一根文静的竹子 而作为圈内公认的颜值天花板 只要肖战出现的地方就一定会吸引全场目光 微博之夜上肖战只是从一众大佬面前低调走过 就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就连捧出了巨型的张艺谋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肖战却从来都是无惧镜头 哪怕是无滤镜鬼脸拍摄都尽显高颜值的优越 这美貌是真实存在的 肖战不只是颜值高 他之所以能走到现在的位置 除了拥有超越内娱的美貌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千粉众人的实力与人品 从流量诞生至今从来没有一位明星能像肖战一样 经历娱乐圈最严格的考验 从持续十个月的227事件 将肖战从巅峰打为低谷 却从未被发出一丝黑料 即使爆火四年后的今天 他也仍旧在凭借清醒的认知和自律的性格圈奋 这才是他能爆火四年的真正原因